这姿势真是让人笑不活了 这段视频是一位外国网友 带着家人外出旅行时 在马路旁拍下来的 初见此目 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有如此倒霉的一头鹿 以一种无比羞耻的姿势挂在铁丝网上 毫无疑问 鹿是在翻阅铁丝网的时候 由于没有掌握好高度 他的一条后腿被上下两根铁丝缠转 如此巧合的 却又理所当然的发生了 鹿很痛苦 他完全无法从铁丝网挣脱 他不听惨叫 不听挣扎 但奈何两根紧绷的铁丝 牢牢缠住他的一条后腿 任凭他如何挣扎 始终无法将腿收回 再加之铁丝上的铁丝 时不时扎住他的要害不畏 他的疼痛和无奈 让人难以想象 面对铁丝网上的子 在鹿的挣扎过程中不断摇晃 给了救援极大困难 视频中的男子不得不考虑 使用工具来解救他 可惜他的车上并没趁手的工具 如钳子类的工具 鹿还在不断挣扎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的左后腿被巧妙缠绕 随着他不断挣扎 还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不过这一幕着实让人笑不活了 他一定是出门没看恍例 才遭死大难 男子从汽车后备箱 拿出简单的工具 试图撬开缠在鹿腿上的铁丝 但鹿并不配合 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会伤害 毕竟今日种种完全是人类一手造成 男子想要凭借手上简单的工具 巧妙缠绕在鹿腿上的铁丝并不容易 不过人类的帮助最终还是将他解救 可惜画面并没有拍下来 从路行动的姿势来看 他的那条腿已经废了 他艰难穿越第二道铁丝往后 在地上滑了好一回 又似乎在感激好亲人一架 回头看了水 最终拖着受伤的腿消失在画面中 雨 supplier 雨 Nous仙有一袋 雨呂 雨滚